好 欢迎我们回来 我们看到北检呢 最近呢是全力来追查 那么在京华城弊案 现在查出了威京集团的主席 沈庆金挪用了子公司 数议员的公关费来打通关 那么同时也会给了台北市议员 应小微的4700多万 在这部分还是有金流未明 所以现在呢要来查出了 是不是北市府开绿灯之外 都委会也有这个不符合规定 向球员兼裁判 判了研议兼审议 不符合规律的状况 简连下一步要来厘清 到底还有谁来护航 那么整体案件在容积率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民众党 现在制作了懒人包了 立委黄珊珊也引用了多条的法令 那在这个部分 现在也遭到炮轰 说这是民众党全党来挺柯文哲 全党干做法吗 那我们来看到 金周刊就爆料了 说在这个审庆金的部分 在这边有5亿的叩赏金 流向不明 那先前传出在柯文哲的USB里头 不是有这个神秘的数字吗 现在在这个爆料部分 就说随身USB 是成了一个所惠的铁证 好 这些都是来自金周刊的爆料 那在2019年是公开标售 由金华城的大股东 也就是中石化旗下 百分之百持股的顶月开发 当时是以372亿来标下 它的溢价率呢 8.77% 那市场上就盛传 金华城是左手卖了右手 审庆金是不是借此来套现了 近百亿元 而顶月原本一约 建好玩售 在分认5亿的这个部分 给金华城 但是因为审庆金急着要钱 所以就分别编列了 1.86亿 2.5亿不同的款项 但是不知取向 好 这个数字都不小 将军 这个东西 金流应该比较好差 你已经出来的这个额度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柯P这边 我记得他这八年市长 除了拆了一个北门 大概就没有什么建筑 就在标榜他的清廉 他的什么 结果搞一个大案 那也是他很了不起的成就 台北市那么多年 没搞过这么大案 但是问题 我们今天看这个案情发展 完全靠媒体 这个也不太好吧 那北检能不能证明 这些金周刊的说法 对 这个会不会妨碍检调的办案 这个都是 我觉得现在台湾的法界 跟媒体 中间的自律出了问题 媒体能不能这样子去导引 对不对 那当然它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好奇心 每个人都有亏密的这个嗜好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北检应该很努力去查金流 第二个我们也看出来柯P 这个待着部下 人人都在造反 可见这个人领导统预也不怎么样 而且据现在部下讲的 限时一天完成 好 那你怎么可以说 后来你又不坑气了呢 你保留这些文件 自保以外 有没有再发生呢 所以这个问题都一样 法律之下 这个侦查的时候 每个人在自保 自保的时候有一套说辞 那么法官也要去看 一个说辞合不合理 后续的动作有没有做什么 当然现在去查 易小维 你这四千五百万 去打点了什么人 也该查 那市政府里面 知情的官员 跟有权责单位的官员 也要查 经手过的 对 经手过都要查 只是行责的轻重而已 那当然这个市长跑不了 你约都没有签 凭什么发建造 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 因为约没有签好的话 金额可以上下出入很大 对不对 到时候你建造发的 你想反悔 也没办法 都签约了 签约 我已经拿了建造 所以这个问题 要查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就表示说 他们之所以会发建造给他 就表示说他们知道 这已经内定了 约一定会签 所以我就 就是你了 不然他怎么敢发建造给他呢 对 这个东西 因为没办法退货了 所以根据我们老百姓的尝试来讲 这个里面是有问题 而且很大的问题 但是问题都需要理清 而且纠责的程度 有伤缺的余地 有的是被迫的 有的是被压的 有的是签了 没有拿钱的 有的是拿钱签了 这都不一样的 都不一样 程度上的差异 我觉得这一次 好好办这个案子 对我们的官征 是有所帮忙 是 今天台湾的弊案太多了 这个中南部的光电案 什么疫苗案 那里面都是庞大的金额 今天我们老百姓买个便当 要涨到一倍 对不对 这个健保什么健保材料 没钱给付 这些贪腐的案子 早都可以cover这些东西了 是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从上到下 大到小 这个都要查 还要抽丝剥茧来查 那么现在再次的周刊的爆料 我们请教委员了 在这个柯文哲 大概在讲金流金流的部分 好 现在是传出说 金流 查金流 有斩获在选前三个月 涌入了有近两亿现金的捐款 个人捐款项目超过14万笔 那其中有超过13万多笔 是现金的捐赠 这个占了总比数有93% 这个事实上这个比例蛮高的 匿名的现金捐赠 我们来看到 2023的11月 这边有3331万 这分成了 这总共是1万多笔的加总 再来看到12月 8697万 这是3万多笔的加总 再来看到到了1月份 7488万 4万多笔的加总 所以总共在这边 是有近两亿的现金的捐款 所以现在就要来追查 是有没有特定的企业 还是说有金主 用人头隐秘的方式来捐款 就我刚刚说的 是不是有人化诊为零 因为他的这个捐款 之前我记得前一阵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 还没有压之前 还在讲就是克文哲的这个选举申报的一些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有很多说什么 他报的账也好 或者是捐的钱也好 就是刚好来个什么9万9的 就是刚好在那个门槛之下的 不需要让你知道是谁的 那这些东西 检察官一定是看出来他选举的经费有猫腻 什么样的猫腻呢 就第一个 这么大额的 三个月前短短的时间之内 为什么涌入了两亿的现金捐款 这样算是很密集 非常的密集 这个的确有问题 的确有问题 就我们常年做政治的判断 选过的 这个没有 他的判断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你声势再好 小额捐款到达两亿 这真的是有一点匪夷所思 我必须讲 那所以这也是检察官的疑惑 就是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涌入了大量的现金捐款 是不是化整为零 是不是人家给你的后屑 在这边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你就回避了很多选霸法的规定 回避了很多政治现金的规定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但是这个不好查 对不对 他化整为零了这么多的人头 然后你要后面追出说 我化整为零背后是同一个组子 或者是同一个来源 这个就蛮难查的 这个的确不好查 他可以小笔小笔 但是 检调 现在显然在查这个 第二个 那你说捐了钱之后 就像民进党的很多的做法 包括当时陈水扁的做法 他拿了钱以后 他没有放到自己的口袋 他没有自己去买房子 他拿去给人家选举 政治动物 就像新潮流 很多的绿油油 赚了钱了 包了光电了 那他赚了钱之后 他是有回馈政治现金的 但他政治现金 不是让你放到自己的口袋里头 他就捐给很多要选举的人 所以这个虽然 我们也是不能够接受 对不对 利用政策或A钱 但他起码 他没有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他是真的拿出来 对不对 可是今天民众党不一样 民众党在于说 他今天这个政治现金之后 他是不是透过木壳洗钱 所以他去查木壳 所以他要查李文宗 因为你里面 你发现很多选举的报账 是虚的 所以他是不是透过选举 在洗钱 这也是检调在查的 对不对 因为他报了很多虚的账 包括之前我们在讲的 那两个公司 说这几百万我没有出过 我没有做过这个生意 这账从哪来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检调要把它连在一起 这也是他们查金流的 其中之一 除了陈佩琪那一块之外 所以刚刚在讲了 政治现金 然后呢 政治选举的支出 这个账后面 是不是隐藏了 不为人知的洗钱 然后这个钱的来源 是贪污的所汇的这个汇款 那这个是现在 你可以看得出来 检调是这样在查 查都出来查不出来 我不晓得啦 但是这是看起来 是这样的一个查法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